近日,00后鲜肉团TFBOYS组合再度访台 王俊凯,王源和易杨千玺三位00后小鲜肉 虽未在台湾发片,但粉丝却一点也不少 粉丝们早早蹲守在电视台就为了看他们一眼 TFBOYS一天内录制了《康熙来了》和《娱乐百分百》两档节目 当然,TFBOYS在《康熙来了》中的动态更引人瞩目 去年暑假,TFBOYS就曾来探班 这次终于成为了康熙的正式嘉宾 三只都非常激动呢 王源拿着手机为TFBOYS小S与蔡康友玩自拍 官微军也出卖王源,告诉粉丝 自拍正面照在王源那里 以致王源的微博被粉丝at爆 他只好乖乖放出照片,不能私藏了 陈汉典带领大飞等伴TFMAN叫板TFBOYS 在正版的面前,TFMAN的舞蹈还是得到了TFBOYS的一致认可 看来私下没少练习啊 在后台,TFBOYS喝到了正宗的台湾奶茶 他们还放话,这次要好好品尝台湾美食 不知这次宣传过后,三文会不会长胖一点呢 YES的新闻中心,上海报道